中国是时候改变零容忍防疫政策了 纽约时报国际纵览 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上个月在微信里说 生在中国 我真是太幸运了 他很自豪 国内最严重的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 中国已将每天的新增病例数减少到几十个 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 日均病例却超过13万 与之相比 中国的病例数字本身可能并不令人担忧 但他们表明 中国的零感染政策 已不再像设计的那样奏效 在疫情爆发之初 这一政策成功地减少了病例 并且被其他国家采用 但德尔塔变种改变了局面 他表明这一策略不再适用 现在是中国改变策略的时候了 因为这种高传染性的新变种 带来的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成本 现在已经超过了收益 如果不进行改变 中国及其人民将遭受损失 在其他国家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 中国在2020年4月初 已经成功地在其境内控制了病毒 它实施了零感染政策 在该政策下 即使在当地发现一个新冠病例 也会触发严厉的措施 已将当地病例重置为零 为了防止输入病例 中国实施了一些世界上 最严格的国际旅行限制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 对新冠疫情采取零容忍措施的国家 其他国家 比如新西兰 现在也没那么成功了 但很少有人会提出质疑 中国威权政府拥有 无与伦比的权利和资源 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 都更有能力迅速消除新的病例 让该战略发挥作用 因此 该政策没有按预期奏效的事实 对中国和任何其他希望 以同样方式完全消灭病毒的国家来说 都是坏消息 一年多来 这项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小范围和零星的疫情 通常在疫情蔓延到其他地区之前 就被平息了 当地官员依靠极端措施守则 他们启动了大规模新冠检测 使用二维码追踪和控制人们的活动 还围住整个社区进行强制隔离 然后德尔塔变种出现了 17个省份 这造成了自武汉以来最严重的疫情 目前 南京首例确诊病例已过去一个多月 而中国政府仍未能完全打破国内的传播链 根据政府的分类系统 截至上周日 全国仍有三个新冠中风险地区 在江苏的新冠疫情中心扬州 居民被禁止离家一个月 并接受了至少12轮强制性核酸检测 这些高调和强有力的措施 未能迅速结束这场疫情 凸显出零容忍做法的收益递减 也有迹象表明 这种做法正在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扬州大约10%的病例感染源 锁定在一个进行新冠检测的站点 还有令人担忧的长期副作用 矿工率上升 员工生产率下降 和供应链中断威胁着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长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最近德尔塔变种疫情期间的严格封锁措施 导致中国经济放缓 非制造业活动自2020年2月以来首次进入收缩范围 一些中国卫生专家 已经开始质疑这种零容忍策略 尽管政府对此不以为然 江西省一名教师在8月被拘留15天 原因是他建议扬州 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控制疫情 被称为中国的安东尼 S.福奇 Anthony S. Fossey的张文宏 曾说中国应该学会与病毒共存 尽管后来他又改口了 维持现有方法的一个理由是 为中国通过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争取时间 德尔塔变种使这个论点变得无关紧要 公共卫生高级顾问钟南山表示 中国可以通过大约80%的疫苗接种率实现群体免疫 但他似乎对中国疫苗有效率 有着高到不切实际的估计 根据我的计算 在中国现有的疫苗方案下 达到群体免疫是不可能的 尽管疫苗接种仍然可以预防该疾病最严重的影响 但仍有可能继续出现一些病例 因此 难怪中国疾控中心的一名高级官员承认 即使在达到80%的疫苗接种率之后 中国仍可能继续爆发疫情 而坚持当前的做法将把中国变成一个封闭国家 这可能是危险的 如果自然免疫水平较低 且疫苗对新变种病毒的保护效果较差 那么随着中国的开放 实现零感染将是不可能的 中国承担不起永远关闭边境的代价 疫情还没有结束 鉴于全球范围内 新冠疫苗覆盖率仍然较低和不均衡 以及德尔塔变种的猖獗传播 此次大流行可能还会持续两年或更长时间 其他国家政府已经转向旨在共存 而不是根除新冠病毒的政策 新加坡转而采取大规模疫苗 支持下的分阶段和临时性重新开放的策略 就连澳大利亚这个可以说 最热衷于追求零容忍战略的自由民主国家 现在也提出了重新开放的路线图 中国明智的做法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做出调整 专注于预防重症和死亡 并接种高效疫苗的战略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 都最符合中国的利益